杨正芬是云南省文山州一个边境小村的村民 他从小没上过学 经历了丈夫意外去世 家境每况愈下的困境 在货不单行的日子里 他选择种植一种调味香料 草果 一人挑起抚养公共婆婆和两个孩子的重担 实现了脱贫致富 日前记者在罗家平村见到了这位脱贫能手 走进罗家平村 能看到一条崭新的近村路在村庄里尾夷而出 杨正芬的家位于近村路旁边 是一个黄墙蓝瓦的民房 在周围绿植的硬衬下 整个院子显得宽敞整洁 杨正芬告诉记者 如今的生活来之不易 在此之前 他曾经经历过一个艰难的时期 老公私的时候 小时二岁 兑水嘛兑水的时候 一个星期给我两块钱 当时小娃开口要的 我还是跟小娃说 我自己的生活费都不对了 还是比得钱给的 好时候还是借过 兑水和买费料和生活 过了我还是想起 我还是自己的小娃还是 还是很小娃好的 2008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 杨正芬到亲戚家做客 听说马关县 被中国特产之乡组委员会 命名为中国草果之乡 草果在市场上越来越走窍 回到家中 杨正芬结合村里 雨雾潮湿 林木茂密的特点 开始在自家林地 种植草果 收入从重装价实的 每亩600多元 涨到了2000多元 如今 杨正芬成了当地 有名的脱贫能手 杨正芬的家 成为罗家平村 变化了一个缩影 如今的罗家平村 已经焕然一新 而在多年前 对于祖祖贝贝 靠山吃山的当地村民来说 这还只是一个想象 从那个没有漏的 都是人呗码头 主要准备呗都是这样的 但我们通过支部 就研究 一定要把这个漏 砸通 劳必性提出来 你们能够把这个石杉 炸到里面 能把漏干出来 我们杀牛人吃 我们利用了两年的时间 把这个漏的全部炸通 我们现在呢 这就是罗家平 就是打车 我们就是打车 民车 投车旅游车 要朝这个方向打车 临近采访结束 罗家平村的中央广场上 歌声回荡 空旷的广场 一个木质长廊 与旁边的绿树丛相互应称 勾勒出了一幅 新农村的画卷 请不吝点赞 林筹맨 静岛